远哥 我们都到家了 没事 回来的路上都很顺利 他 挺安静的 我保证 我俩到家之后绝不折腾 真的 那就这样 麻烦远哥帮我和他们用筹了 有事明天再说 我们到家了 来 蜀蜓小姐 你今天晚上是一只树懒了 我就是你的专属树庄 带着你去任何地方 不过现在嘛 喝醉了的树兰也该休息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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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来今天酒会上的鸡尾酒度数 有那么高吗 你趁我不注意到底喝了多少 不要耍赖啊 我是很认真的在关心你 不想说就算了 我去倒杯水给你接些酒 不想喝水吗 饿了 好 我去看看 不过也多亏了你喝醉了 我才能找借口提早一息 这个酒会真的是太难受了 也不知道那些家伙为什么喜欢成天这样说一些有的没的空话和套话 我怀疑我再待十分钟 我都要忍不住装醉退场 你在笑什么 没什么 好吧 上次远哥来检查冰箱收走了一堆零食 现在好像 好像就剩一盒不知道哪个和鲁方送的巧克力了 好 嗯 给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口味的 我看一下 喂喂 你不能吃了 这个是酒心的 不行 你快吐出来 听话啊 来 你在装醉 真的 好啊 数骗小姐 你居然骗了我一路 我以为我还把你扛回了家 还被你指使做这做那的 嗯 我当然有小情绪了 因为 因为这种有意思的事 你居然不带着我 你居然不带着我 你要是早点告诉我 我们就可以扮演醉鬼双侠了 哎 我的演技可比你要精湛多了 我没醉 我还可以喝 嗯 再喝十杯 不 三十杯 干嘛 我演得不像吗 嗯 嗯 那确实没有今天的影后小姐演技精湛 把在场的人都惊带了 啊 谁看到我身后多了一只迷迷糊糊的小尾巴 都不敢来打扰我了 不管是做我的尾巴 还是做我的书来 我都会陪着你的 不过 你真的没喝醉吗 是 可是 你现在的脸好红啊 还是说 那一颗酒星巧克力的度数 比酒还要高 好 我就是好奇啊 搞得我也想尝尝 不是长盒子里的 是 是 是 他是 好像只能尝到巧克力的味道 甜甜的 有一点真子的香味 没有尝到酒味呢 再吃一颗 这次我来咬开酒心 张嘴 好像是烈酒呢 但是和巧克力混在一起之后 感觉味道更好了 没有尝出来吗 可是我尝出来了 书片小姐变得更香 更甜了 还想吃第三课吗 不饿了 不想吃了 可我好像有点饿了 这都怪你半路把我从酒会骗出来 我今天晚上还空着肚子呢 感谢姐姐和现在怪你又不冲突 某个罪魁祸首 难道不应该显个让我不那么饿的办法吗 我也不要巧克力了 我也不要巧克力了 拒绝 拒绝 现在嘛 当然是想吃点更美味的东西 比如 我觉得眼前就有很好吃的很好吃的东西 软软的甜甜的 比较巧克力好吃多了 蜀编小姐的脸好像更红了 这次不会又撞嘴了吧 我今天被你骗了这么多次 肯定要好好决认啊 而且是用我的方式